我是山里的人 我小的時候 小時候我就在獨立家屋 為什麼會成立月桃故事館 其實跟我小時候的成長有一點點的關係 我家住在嘉義縣的竹崎鄉 我們家大概有八甲地 所以市面都是山看不到鄰居 那裡面長得就很多月桃 我們家有一個姐姐 還有四個兄弟 我是最小的 五六歲的時候 我真的是我就砍月桃去賣錢 我砍月桃 然後給我哥哥上學的時候 拿去菜市場 交給那些熱菜攤的老闆 然後呢 我初中畢業以後 就讀嘉義高中 在高中我的成績也都還算不錯 我們讀理工 就是家族 但是因為我們天的志願 我天的是台北共專 三年次了 所以就這樣子錄取 台北共專化工科 就在59年錄取 去讀台北共專 三年要讀四年的課程 所以在學校是非常忙 因為我對一些的問題 我比較會追根究底 所以像在做一些化學實驗啊 我都是滿深入的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助教都很怕我 所以很怕我跟他問問題 然後後來就去陸戰隊 擔任聯輔導長 要退伍前台塑企業 再應徵人 可是以後四天 我就接到了錄取通知 在六月初我就去 那時候的台塑大樓 做這個直前訓練 不過我就認為說 我們既然來到這公司 我們就希望能夠對公司有所貢獻 我真的是自己就這麼想 你有你的態度怎麼樣的 就會造成你怎麼樣的結果 所以因為我有這種想法 所以我會在我工作裡面 發現了很多寄存的問題 那我就去跟他 十一山去跟他觀察 去跟他探討 去跟他做實驗 在那邊四年都能夠得到 主持主管 可以有很好的評價 因為這樣子才讓我自己 有去創業的勇氣 我嫂嫂的家裡他們是做文具的 所以那時候就有去接觸到 成品心的業務 所以我們第一個創業 就是跟我哥哥 去做自動成品心 在這個時間裡面 這個就是股東 他就說自動成品心 在國內像SK2 像熊獅 在研發都沒有成功 那我們怎麼又有可能成功呢 那時候的感覺就是覺得說 也有點徬徨 在9月那個月收支 省力就停 都非常厲害 那因為我一直想說 也有點想再創業 那這家錢筆心 我在73年我就離開 那我就回到嘉義 去整理我現在這家公司 叫做華時興業股幣有限公司 也就是我們夜討故事館的公司 有朋友就跟我講說 你公司起這個名字 當然你會很辛苦啊 那華時叫華而不時 後來我有一個老師 就跟我說 你起這個名字很好啊 華而不時總是虛 時而不華無生氣 華而時之則美妙 我說說真的嗎 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你的態度 你用哪一個的角度去看 所有的事情是態度最重要 其實人人要非常的務實 一定要人不經一番寒澀血 拿得梅花鋪鼻香 因為我太太剛好在民國71年了 她到美國去 所以回來就說 這個議題回到在美國現在非常的流行 我想就去開發 71年我就回到嘉義這邊就先找場地 那73年正式營運 那廣告的話最多的一個月 那時候大概花500萬 那我們只有單樣產品 根本營收你都不夠 所以我後來就 我就轉入到服務業的市場 到原來的這些一裡回到 可以用在洗手 木衣洗頭的這一些 旅遊的用品上 那再開發了一些的 方箱 環境清潔的一些用品 在民國90年以後 我們公司的業務是慢慢擴大 這一些外銷我們最高的比重 占到大概60% 但是在內銷方面 尤其在剛好在金融海嘯以前 就是2008年以前 所有國際間的大中原物料都漲得非常厲害 所以我慢慢就想到說 我們在傳統產業裡面 我們應該要來轉型 那時候政府剛好也有在推動公文工廠這個領域 所以就去有這個鏈頭 所以經過了專家的諮詢 我就選擇了 投資澳氧化碳超連結萃取設備 萃取延伸在地植物的活性成分 應用在原來我們生產的產品的率上 還有應用在保安品這裡面的參觀主道 那再來我們用葉桃的葉竅 所開發的葉桃宣植 在做這個文化產業裡面的相連結 因為觀光產品很重要 你要有足入在地的基因 大概這也就是我們現在 葉桃故事館的一個核心 另外在景觀上 除了我們做了一些的景觀 像圓圓葉桃橋的這個意涵 我們叫做言心 言德 言尊情 我們希望是尊情圓滿 那再來呢我們另外的語言是 這個圓夢就是追寫夢想 我的作用品有三項 第一項 我認為吃虧就是贊給你 所以我不怕吃虧 第二項就是精神守治 精神為呆 只要你用心 尤其你在做研發 我自己開發這麼多產品 其實往往都會隔行如隔山 但是你用心下去 你自然會找到相對的答案 這個精成 這個精就是你的專注你的努力 成就是你的內心 我在我做事業的過程 太多太多的例子 讓我自己感受得好 那第三個就是誠信 是你危機處理的規念 誠信是無價的 你金錢是有限的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是無限的力量比較大 還是有限的力量比較大 往往很多人在錯走的時候 會選擇逃避 會選擇挑戰 但是你假如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用你的誠信 你的面對 其實都能夠克服 那為什麼會取這個夜討故事館 要取這個名字 那我就用我自己寫的一首歌的歌詞 就是我們夜討故事館的主題歌的歌詞 我來解釋 我是這麼寫的 我說那是兒時的記憶 想起夜討賣錢的樂趣 還有夜討中味的香氣 人單喊口的活力 這四句話是在講夜討那時候 或是跟我們的關係 那是單車環台的回憶 想起夜討處處讚握的生命力 還有夜討花碎的美麗 錢租口用的奇異 夜討故事館 應用最新生物科技 帶給你樂活健康又美麗 夜討故事館 帶給你樂活健康又美麗 那其實我這一段在介紹的是在講夜討的生態 最後兩句當然是我們公司 因為在做保養品入用品嘛的 slogan 以前漁品在海上漁網用的大繩都要用夜討繩 因為它在海水裡面特別的堅韌 經過一點還不會腐爛 夜討 台灣話不叫外討 叫外討 叫外討 叫女討 其實女 我們取名夜討故事館 就是要用這個女討的這個音 要來代表我們台灣人一種堅韌不拔 不屈不腦的應景精髓 第二個意涵 那夜討整隻都可以應用 從花 從葉 從紙 從葉竅 快根 整個都可以應用 我們就是要用這個夜討的透性 你不跟它應用就是廢棄物 你跟它應用整隻都是寶 要來鼓勵大家創造生命裡面被利用的價值 這是我們請夜討故事館的兩個意涵 公司的slogan 生態 生產 生活 三生一體 還有肉活 永續 愛地球 我們公司在2020年有得到了環保署的國家環境教育獎 那我們預計在明年 在2023年能夠得到環境教育的場域 包括我們的空中花園 包括了夜討的多樣的生態 包括了很多教案 總統這些都是讓我們要繼續來發展的地方 台灣的月桃是多天獨厚 在現在的生物科技的研究 月桃它可以延長生物收入22.6% 而且它對我們人的保健方面 都是有非常正面的效益 雖然在日本在其他地方 有的都已經充分的應用 但是在我們 在衛福部裡面 夜討還不是非傳統食材 從五年前我們就開始在這方面的努力 做相關的一些研究 其實我們在三年前 就把這一些相關的安全性的報告 都是非常OK 送到衛福部 到現在還沒有完成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還要繼續努力 其實你要成功 您人要先有信心 怎麼樣要有自信心才有自信心 你有很多小成功的經驗 累積起來就能夠建立你的自信心 當你有自信心的時候 你就敢去挑戰工作 你做起來就能夠給你更高的成功 其實這一個是一直在循環 累積小小成功的經驗 結果我們就會去找到我們所要的答案 我們就算回家 你的身份 你活著 你的身份 你活著 你的身份 你活著 你活著